他小心刮掉数字 再用圆珠笔涂盖 盖上伪造的签名 一张假支票制作完成 可银行也不是傻子 他这拙劣的手法被职员一眼看穿 但因为他是个孩子才免去牢狱之灾 但就在这张稚嫩的外表下 隐藏了美国史上最强的骗子 男孩名叫弗兰克 长相帅气 家世优越 父亲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母亲温柔又贤惠 父母的感情非常好 美满的家庭 让弗兰克有着很强的家庭观 直到有一天 父亲的公司经营不善 濒临破产 车子也被拿去抵债 一家人不得已搬到了小房子 而弗兰克也被迫转学 谁知刚来第一天 就被校爸小胖欺负 于是他走进教室 淡定的在黑板上写下名字 大声的告诉学生自己是代课老师 还把校爸小胖带到讲台上 让他朗读课文 没过多久 真正的代课老师来了 但却被弗兰克三言两语就打发走 最后事情当然被发现了 可却是在一周之后 校长告诉他父母 在这期间他不仅正常地给学生们上课和布置作业 甚至还开了一场家长会 与此同时 在办公室外的弗兰克 凭借他超强的观察力 发现女学生的请假条是假的 并告诉他真的会有一道折痕 就在这时 父亲从办公室里出来了 却并没有责怪他 两人反而相识一笑 但在不久后 回到家的弗兰克发现母亲有了外遇 这事情被父亲发现 两个人就这样离婚了 他接受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 一路狂奔试图逃离这个地方 想要买票离开 但身无分文的他 连半张票都买不起 走投无路的弗兰克选择伪造支票 他用着极其粗糙的手法 把支票上的数字刮掉 再用铅笔写上其他数字 最后贴上一个假名字 但这样的支票谁也不相信 连装并装可怜都没用 就在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时 突然看到了一个飞行员 那个时代的飞行员是个明星职业 不仅身边美女环绕 还有孩子们索要签名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中浮现 但是他利用学生的身份 对航空公司领导进行采访 知道了许多飞行员的信息 还得到了一张飞行员执照 然后又冒充飞行员打电话给航空公司 得知了制服供应商的地址 在那里得到了量身定制的制服 就这样 弗兰克从穷小伙变成了飞行员 利用这个身份 他在银行使用假支票 再也没有人怀疑他 银行领导甚至亲自接待 而且他的造假技术越来越娴熟 先用浴缸泡好飞机模型 再把上面的航空标志接下来贴到支票上 最后用书押紧 一张假支票就做好了 他带着假支票来到银行 终于换到了大量的钱 之后他开始批量地用浴缸泡模型 伪造了大量的假支票 但他还不满足 最后冒充飞行员免费打飞机 甚至还约到了一个美女空姐 看这个男人如何在十秒内 骗到这个小姐姐 果然颜值及正义 随后弗兰克在银行小姐姐这里得知 在打印机打印支票时 会有特殊的防卫标识 所以他在一场拍卖会上 拍到了某家倒闭银行的打印机 从此以后 他伪造的支票越发逼真 兑换的钱也越来越多 FBI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件事 负责调查他的人叫卡尔 一场猫鼠游戏也正式开始 卡尔通过线索找到了弗兰克的住址 他小心地走进房间 但是里面没有人 卡尔听见浴室有动静 只见弗兰克从里面走出来 随后从容地为卡尔介绍房间的情况 相比于紧张的卡尔 他更像一名警察 弗兰克说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的 自己的同事已经把人带走了 卡尔显然不太相信 要看他的证件 弗兰克把钱包交给他 就在卡尔要打开钱包时 弗兰克让他过来看窗外 正好有两个人在上车 弗兰克说自己的同事已经带走了他 随后弗兰克拿着打印机离开 卡尔如释重负 随后缓缓地坐在床上 突然他感觉哪里不对劲 打开钱包一看 里面都是小卡片 他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亲手放走了罪犯 这次较量老鼠赢了 在平安夜当晚 工作中的卡尔接到电话 是弗兰克打来的 他想为那天的事道歉 还说自己就在酒店的3113房间 但卡尔不再相信他的话 还猜出他打电话的原因 卡尔开心地大笑 而弗兰克推门离开 房号赫然是3113 经过卡尔的仔细研究 他推断出弗兰克是个孩子 于是让同事们调查离家出走的少年 很快就锁定了弗兰克的身份 这天弗兰克来到医院 碰到了一个被训哭的小护士 看他哭得梨花淡雨 这清纯的样子触动了弗兰克的心 他只用几句话就逗笑了小护士 然后他问 紧接着他就伪造了哈佛医学院的毕业证书 随后来到医院应聘 最后成为了一名儿科主管 他和小护士的关系也更进一步 直到一天 医院来了一个受伤的孩子 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的弗兰克非常紧张 受不了的他冲到厕所呕吐 假的终究还是假的 不久之后 他和小护士回家见父母 在餐桌上 他开始习惯性地骗人 说自己之前是个律师 就读于伯克利大学 但这次他撞枪口上了 小护士的父亲刚好也从那里毕业 仅仅用了几个问题 就知道他在撒谎 饭后他单独叫来了弗兰克 问他到底要干什么 眼看谎言要被揭穿 弗兰克坦白了一切 看着眼前和自己年轻时 一样的小伙子 小护士的父亲接受了他 而弗兰克在他的安排下 成为了首席检察官助理 还仅用两周的时间 就通过了司法考试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很快就来到了结婚那天 但此时意外发生了 为了娶这个女人 他放弃了飞行员的身份 辞去了医院的工作 但却在结婚当天 突然拿着自己的钱跑了 原来这些钱都是他骗来的 此时FBI已经找上门来 不过为时一晚 他已经逃了 弗兰克来到机场 却发现周围都是便衣 卡尔已经带人开始搜捕他 这样下去他迟早会暴露 但他立刻想到一个办法 明修站到暗度陈仓 再次冒充飞行员来到大学 说要选拔预备空姐 然后带走了八个年轻貌美的女孩 最后让他们围绕自己走进机场 路上的所有人 包括FBI的特工警察 都被这些性感美女吸引了视线 全然没有注意到中间的弗兰克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在外面安排了一个人 成功地吸引了卡尔的注意 而弗兰克再次逃脱 这次较量老鼠又赢了 七个月后 弗兰克伪造的支票已经泛滥成灾 通过技术鉴定 卡尔终于再次找到弗兰克的藏身之地 他又一次单枪匹马去抓人 弗兰克看到卡尔显得异常兴奋 卡尔说外面都是警察 自己是进来谈判的 弗兰克当然不相信 要亲自去外面看看 但卡尔说 弗兰克犹豫了 他问卡尔说的是真的吗 卡尔回答是的 看着卡尔真正的眼神 最终弗兰克自己戴上了手铐 但当他们走出工厂 外面空无一人 这次较量猫赢了 在押送弗兰克的飞机上 卡尔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他的父亲因为意外去世了 这个消息让他瞬间崩溃 他冲进洗手间 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但直到飞机降落也没出来 卡尔冲进洗手间 但里面空无一人 只在地上发现一个螺丝 原来他从洗手台下面逃了 在飞机落地时 他也一同跳了下来 可这次他不是逃跑 而是来到了母亲的家 透过窗户 他看见母亲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还看到一个小女孩 这是他同母一夫的妹妹 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 那个温馨的家庭 但好像总是越来越远 也许此刻的不打扰 才是正确的选择吧 最后他举手走向警车 迎接自己的审判 他被判入狱12年 几年以后 卡尔来找他帮忙 拿出一张假支票 弗兰克一眼就看出 这个人是银行出纳 还说出了各种细节 让卡尔目瞪口呆 没过多久 卡尔带着领导来到监狱 在看过弗兰克的本领后 FBI领导说 于是 天才骗子变成了联邦探员 可一堆又一堆的工作文件 让他感到烦不胜烦 这天 在大街上 他又看到了飞行员的制服 向往自由的心蠢蠢欲动 一个清晨 他准备离开 但卡尔跟在他的后面 告诉他 生活在谎言的世界很简单 但现实的灵魂会孤独 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卡尔失忆这次后面没人追他 随后转身离开 就这么放他走 而弗兰克也没有辜负他的新人 很快便回到了本公室 在这场猫鼠游戏中 虽然老鼠获得了多次的胜利 而猫仅仅赢过一次 但就是这一次 却拯救了一个四处流浪的灵魂 挽回了一个误入歧途的少年 现实中的弗兰克 如今拥有着美满的家庭 为全世界500多家银行 提供支票检查技术 很多技术到现在还在使用 这些银行也为此 支付他数百万美元的酬劳 而他的经历 也仅是无数迷失的孩子 只有寻着光的方向 才能抵达黎明的彼岸